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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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欢迎收看恒林在线 提起输血 有不少人 即时想到一包包深红色的血 经过静默,慢慢输入贫血 或者出血过多的病人体内 大家又知不知道 有些病人没有贫血,亦没有出血 但需要定期输血 他们输的亦都不是红色的血 到底是什么呢? 今集我们请来了香港红十字会 输血服务中心李卓廣顾问医生 跟我们讲讲 李宗盛 欢迎你 你好 刚才说到血大家都知道是红色 只是科幻才知道有些是蓝血人 其实有什么病人的血 未必是我们平时常见到的红色 主要来说我们血里面的颜色 由红血球决定 基本上都是红色 但是有时候的情况 比如有些病人做了一些药物的治疗 会令到血有些颜色 会有些改动 比如有些特别的药 令到颜色会变成蓝蓝色 这样的 刚才说到输血 有什么病人输的血不是红色的? 我们认识到输血都是会输红血球 其实我们有部分病人 会输血小板、血章 它们的颜色是金黄色 有些少少不同 譬如你刚才说到血小板、白血球 或者血章 通通都是内边血的成分 在什么时间需要哪些不同的成分? 其实不同的病人输血 都有不同的需要 大家认识到的贫血 他们会用红血球 但是有部分病人 譬如像血癌的病人 他们除了贫血之外 他们血小板也是低的 他们需要输血的话 就会输血小板就是金黄色 譬如另外我们可能 比较常听到一些肝的病人 肝衰血病人 他们做血功能 特别是凝血分子做得不太好 他们就需要输血章 这些血章也是金黄色 这些分了不同的成分 他们的消耗量有什么不同? 基本上在大部分的地方 红血球的需求量都是最多的 因为大部分病人都需要输血 贫血、创伤、做手术 都是需要输红血球的 但是其实血小板、血章的需求 其实都不少 特别是血小板来说 主要是一些血癌的病人 血科严重的疾病 譬如做完骨髓移植 他们会需要很多血小板的治疗 血章来说 我们需求来说 主要是一些肝脏的病人 或者一些消伤的病人 以及有些特别的病人 需要换血章 另外其实有部分的血章 都会加工做一些血章制品 将一些血章里面 各样不同的有用的分子 譬如球蛋白 营养分子 分离了 製造了药粉 给病人使用 第一个储存期 亦都会长一些 病人需要某种血章制品的话 它只需要一种 不需要拿到其他有用的 它不需要的给自己用 捐血真的可以帮到很多人 我们记者注目下 和一位需要定期输血小板的病人 谈过 郭梁06年 确诊幻想多发性骨髓癌 是血癌的一种 接受完骨髓移植手术之后 要定期回到医院抽血 检查血液中 血小板的含量 血小板有助凝跌血液 如果含量不够 即使是拆损 甚至拆牙流牙血 都可能令病人流血不止 在我换骨髓期间 突然间不知道手里面 不知道如何验了一些菌 是需要施手术 来拿肌肉去验 看看是什么菌 来治疗 但是这样做 就变成一种手术 当时那个麻醉丝 就认为我的血小板是低 就认为是做不到的 如果抽血报告指血小板不够 医院会为国粮输血 但是由于医院也要预留一定血小板 给手术的病人备用 所以未必可以每次都即时输血 有时可能等几个小时 等院方确定 血小板不用备用才能帮国粮输血 有时甚至会安排另一天回去输血 不过就算输到 数量都没有以前那么多 我们可以每次都有六包 六包的血小板来捐书 但是后期我已经知道 已经不可以了 每次只可以给四包 因为供应紧张 四包完了之后 才再测试一下 看看情况好不好 情况不好 才有第二次捐书 国粮希望提高大众对成份捐血的了解 等更多病人受惠 全港大约有几多个病人 像国粮那样的情况 要定期输入一些个别成份的血液 其实每间医院的血科病人 都有几大的需求血小板 每间医院最少都有十多二十位病人 定期都要输血 特别是血小板 比如那些血小板 一些白血球 血章 是不是都跟平时的血 一般都有不同的血型 输血都有血型的分布 最重要是对病人输血型 血小板来说 基本上我们都尽量跟病人的血型 给回合适的血小板 给病人使用 知道其实现在也有一些方法 是可以直接由捐血者身上 去抽取一些所需的血液部分 将一些不需要用的 给回捐赠者 到底这个方法是什么方法 其实我们捐赠者 可以透过一个叫成份捐血的方法 捐抽取一些我们需要收取的 比如是血章 血小板 给我们提供给病人使用 下一集 我们会跟大家讲一下 多些什么是有关于成份捐血的 今天真是麻烦了李医生的讲解 好了 到这儿 今集节目是《试咬架》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观众有任何医学问题 欢迎寄信来湾仔电讯大厦三楼 我在点邮寄medicineatnownewsjase.com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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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